第九十八章 隐患 一场以婚宴美菊的争端最终伴随着雷豹和谢迁二人的身亡落幕 当再见到两人身亡的那一刻谁都明白 这一次准备一场充分的雷谢两家不仅未能成功的将林家打垮 反而是在后者的反扑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这个代价还有可能便是这两个老牌家族的永久颓废 失去了两位顶梁柱 雷谢两家在青阳镇之中的地位也将会急速下降 想恢复以往的地位基本上再无丝毫的可能 而很显然 这一场由雷谢两家引起的争端 最终反而是领得林家名声大掌 再也无人敢小觑这个算得上年轻的家族 伴随着雷谢两家的争斗失败 林家也是再度将一些家眷迁回青阳镇 以往因为归宿而暂时安置的一些产业 也继续开业 如今的林家在青阳镇算得上是如日中天 没有了雷谢两家的牵制与威胁 在青阳镇林家算得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势力 而在这等名气下 倒是引来了不少高手的加入 而对于这些高手的加入 林家也是颇为的欣喜 虽说这些好手的薪酬不低 但对于拥有着洋元石矿脉的林家来说 却算不得什么 再者 与雷谢两家的那一日争斗 林家同样是有着不小的损失 此刻正是收拢人马的必要时刻 所以在经过一些调查后 便是招揽了比较清白的高手 一时间林家的实力可谓是飙涨 而在林震天他们在忙碌着收拾大战后的局面时 林洞却是再度回到了林家以往所居住的那一片后山 自从那一天暴露了他的服侍身份后 他在林家之中的地位 已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 就算是林振天对于这孙子说话时 老脸上都是布满着和安与自豪 当然 一个十七岁的天云镜中期 以及一印浮世的孙子 也的确是值得他自豪一下 这等成就 就算是放在那天才如云的林氏宗族之内 都算得上极为不错 所有人都明白 老爷子又是将回林氏宗族的希望放在了林洞的身上 不过也就是不知道 那三年之后的林氏宗族族会 林洞是否也是能够如同现在这般耀眼 后山的一座山岩之上 林洞安静盘坐 在其周身一股股原力波荡而出 最后缓缓地涌入他的身体之内 充实着丹田 而在修炼着原力的同时 林洞泥湾宫之内的那本命福音 也是如同心脏一般的爆发出有节奏的跳动之声 一股股精神力缠绕在福音的周围 时而钻进福音 时而被喷吐而出 不过在这种循环下 哪些精神力也是一丝丝的变得凝联 林洞现在的精神力 因为本命福音强行吸收了古影 不少精神力的缘故 所以变得强横了不少 而对于这种情况 就算是林洞本人都是相当的诧异 这个时候他方才隐隐地感觉到 他所修炼而出的这个古玄福音 恐怕也是有着一些来头 不然的话不会如此的霸道 修炼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 林洞方才缓缓地吐出一口白气 双眼也是徐徐睁开 眼中的璀璨持续了瞬间 便是散于无形 恐怕还得需要一个月时间左右 才能踏入天云镜后期 清云宫毕竟等级太低了 到了天云镜已经无法满足修炼的需求 修炼完毕 林洞的眉头却是微微皱起 他停留在天云镜中期 几乎已是有着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但那突破的感觉却依然迟迟未到 这让他有点无奈 而他也是将这个归结于 所修炼的功法秘迹 太过低级的原因 当然 若是让得林肯黎盲等人听到此话 怕是会忍不住一口鲜血喷出来 他们在这个地步 已是停留了数年 虽说最近有着突破的迹象 但那所消耗的时间 已是林洞的数倍 甚至十数倍 若是林洞连这个速度都出 还不满意的话 那他们实在是没脸活了 摇摇头 林洞将心中的杂念抛掉 如今的林家正在迅猛的发展 雷蝎两家的诸多产业 也是被逐渐的吞噬 这种情况算不得什么过分 现实是残酷的 家族之间的争斗 就算是赶尽杀绝 都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林洞相信 若是此次争斗失败的是林家 以雷暴的手段 或许的确会让林家鸡犬不留 本命灵符 思绪在这上面略作停顿 林洞便是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当天在杀了古影之后 他得到了对方身体上的乾坤袋 对于浮尸这一图 林洞知道的颇为模糊 毕竟当初那位严称的严大使 仅仅只是给予他了神洞篇的前三层修炼之法 所以对浮尸的了解 林洞还停留在菜鸟的级别上 不过所幸 这一次他从古影的乾坤袋中 得到了不少与浮尸有关的信息 而这之中便是包括了当日 古影惊骸尖叫出生的 本命灵符 本命符印是浮尸的重中之重 唯有凝练了本命符印 方才能够发挥出精神力的威力 而所谓本命符印 却又是有着一些特别的级别 这些信息上 只记载着三种本命符印的级别 本命符印 本命灵符 以及本命天符 本命符印只是最为普通的一种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绝大多数的符师 都只是拥有着这种普通的本命符印 而本命灵符 则是一种颇为罕见的符印 这种符印能够变换出形体 并且具备着一些特别的能力 就比如灵动的这种古玄符印 便是具备着一种吸收之力 而至于本命天符 则是更为恐怖 据说施展开来 足以吞噬天地 当然 这东西太过虚无缥缈 就连这些书籍上 都是介绍的极少 这也是为什么当天 古影再见到 古玄符印居然能够变换形体 化为漩涡史 会那般的震惊 毕竟 这种本命灵符极为稀罕 而且一种符师 若是能够灵练出本命灵符 那对于他的修炼 无疑将会取到极为巨大的帮助作用 这就是本命灵符吗 林栋眨眨眼睛 一道无形光束 从眼筒之中射出 化为一枚古朴的符印 悬浮在面前 他怎么都是想不到 这无意中得了来的东西 居然还会如此的神奇 毕竟能够吸收别人的精神力 化为自己的能力 实在是太过可怕了 面前的古朴福印 再出现了一会儿后 便是被林栋再度收入泥湾宫 那古影的乾坤带中 他还知道了所谓的精神秘迹 简单说来 这就是一种另类的武学 只不过武学需要原力催动 而精神秘迹 却是需要精神力来施展 而这所谓的精神秘迹的等级 以代表人体最重要的三种东西而命名 由高至低分别为精 气 神 在经级之前 还有这一个普通级别 不少福师所掌握的精神秘迹 都是这个等级 当听古影所施展的那化神针 虽然名字霸气 其实也就是普通的精神秘迹 想要得到更强大的精神秘迹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福师一到 果然也是高深莫测呀 林栋柔柔眉心 悬迹从怀中掏出古影的乾坤袋 嘴唇却是缓缓地抿了起来 眉头紧皱 此次争斗 虽说剩了雷械两家 但却是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隐患 这个隐患自然便是严惩的雪衣门 林栋把雪衣门的副门主给杀了 这事传回去 以雪衣门的行事风格 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而这件事 最近也是一直压在林震天 等所有林家核心分子的心中 虽说表面上 他们并没有显露出什么 可林栋却是知道 他们有些担忧 雪衣门的复仇 不是雷械两家可比 毕竟雪衣门是严惩的势力 那等实力比起雷械两家强多了 若是他们兴师动众地前来复仇 林家或许便是再度面临着毁灭之难 而这些刚刚崛起的迹象 也会被踏得支离破碎 青阳镇不少势力 其实也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即便现在林家正是风光得意识 但却并没有太多势力前来示好 谁都知道 林家的这个风光 恐怕只会是短暂的一时而已 雪衣门就如同悬在了 林家头顶的立剑一般 而且这柄剑 一定会是在某个时候被劈下来 这种情况 不是林栋所累见到的 深吐了一口气 林栋拳头紧握 面对着那个在严城 有着一些名气的势力 就算是他 都是感到了一股极大的压力 不管是谁想要灭我林家 都得付出雪衣般的代价 林栋紧抿着嘴 眼中寒芒涌动 也正如林振天所说 他们林家是块硬骨头 谁想来砍就得有崩崖的准备 这里是污穿的 如果是污穿的 为什么就是污穿的